HELLO 大家好 我是Julia 今天我要教大家就是快速黏假睫毛的一個示範 因為就是其實我平常啊如果說是出去吃個飯的話 應該大部分來講如果沒有去哪裡我大概就是畫這樣子的妝 可是如果說我今天可能是要再稍微就是想要再讓眼睛更放大一點的話 我一定會帶假睫毛 因為我的眼睛眼睫毛就是屬於比較短的 所以我一定是會再加帶假睫毛 然後因為其實假睫毛現在市面上非常非常多種 那我有一個特別特別特別喜歡的一個牌子就是這個 它是茉莉茉莉睫毛 然後這在一般的藥妝店都有賣 像我都是去頂好明店城的藥妝店跟藥妝店的阿姨買 那我最喜歡用的是型號的663 就是你可以去藥妝店直接說你要買茉莉的663 因為它是非常有就是前短後長的一個效果 就是我很喜歡戴前短後長的 因為這樣可以讓我的眼睛再拉長 然後會有一點垂垂的眼睛 然後會有一點無辜的眼睛 然後我個人非常喜歡 就是它就是長這樣 大家可以看 它就是後面比較長 然後前面比較短 因為我覺得茉莉它跟別的一般假睫毛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是我覺得它很好戴 它的梗不會讓你戴著覺得很不舒服 然後所以我很推薦這款 我已經大概差不多兩年多了 就是我會都是都是買前短後長的 那在我在就是戴前睫毛之前 我會先把我的眼睫毛 就是大概稍微是把頭跟尾稍微這個 就是有一點小焦的部分 就是先剪掉 我不會再去修就是去修眼型 因為其實它這個假睫毛 就是它主要就是 著重於前短後長 所以我不太會再去修後面的 因為我就是要讓我的睫毛看起來就是很長 就是後眼尾會拉長 然後我最常用的假睫毛膠就是這個 這是就是孫元宇之前就是熱推的一款假睫毛膠 就是應該大家很多女生都會忍受一隻的睫毛膠 我覺得它這一隻超級好用 就是它黏度也夠 然後它也不會讓你卸的時候會覺得不舒服 其實我通常回家輕輕一撕它其實就掉了 那在你在就是黏假睫毛之前啊 就是先把睫毛頭跟尾一點點都修掉之後 你就用這個假睫毛膠輕輕薄薄的一層 就是塗在就是它的梗上面 然後記得記得就是不要這樣就黏喔 就是要等它半乾 所以我就會先把它放在旁邊 然後另外一隻也是就是這一隻 我會先把就是一點點的頭跟回修掉 然後一樣就是也是用假睫毛膠 輕輕薄薄的一層塗在它的睫毛梗上面 好之後就讓它放著讓它半乾 就讓它這樣放在旁邊半乾 然後就讓它稍微等一下 因為其實我貼眼睫毛就是不會用那個就是輔助器 因為輔助器對我來講我覺得太難了 我就是直接用手這樣貼 我覺得用手貼它可以貼出我想要的那個弧度 然後也會比較就是想要調整的時候可以即時再調整啊 然後我覺得我自己是偏愛用手 就是我之前有說過嘛 手是萬能的就是什麼事都可以用手去做 所以我就是習慣用那個 那因為我上一次在介紹那個平常換梭妝的時候 忘記跟大家介紹就是 忘記擦唇蜜了 然後是之後才發現 那我最近啊 就是其實我個人是非常非常喜歡買唇蜜跟唇膏的 就是因為之前 所以我買真的是非常多支 就是我個人有很多很多支唇膏 就是不管是什麼的 就是很多很多 然後因為我最近啊 就是之前大家都很流行 像是那種超級桃紅色的嘴唇 跟超級橘色的嘴唇 那因為我現在就是今天想要走比較自然的路線 所以我最近發現了一支唇色超可愛的這個 那是E2House的這一支 它擦起來就是有一點淡淡的草莓的 就是我覺得它 我都把它叫草莓牛奶 這支唇膏叫草莓牛奶 因為它擠出來就是像這樣 給大家看看 它是這樣子的顏色 可是我覺得它又擦起來很滋潤 它擦起來是這個顏色 你不能覺得是很滋潤很自然的眼 會讓你的氣色變很好 這一支是我最近就是超愛用的 因為我覺得它擦起來的 唇色非常可愛 我覺得它保濕度也很棒 就是我不管是去哪裡去拍照 我就覺得 這支唇色就是真的很美 而且重點是我覺得它又便宜 然後又保濕 就是跟一般唇膏比起來就是 我覺得唇蜜飲在的地方就是 它會有一個就是很可愛的光澤度 然後是這樣就是看起來水水的 就很想要吃一口的感覺 所以我都會叫它草莓牛奶 那這個色號其實我忘了 因為它這邊都是寫韓文 所以我不太知道它色號是什麼 就是我之後再查一查再告訴大家 好那剛剛就是我的假睫毛 就是已經要乾了 就是半乾 那我會再拿起來之後 其實它還是有一點蠻蠻多 我會就是這樣子水 就是讓那個一陣風 讓它再繼續的乾 然後我就會拿著一個小鏡子 然後我會找出 就是大概中間這個部分 因為我是前段後長 會貼在大概這個部分 因為我著重於眼尾 所以我眼尾一定是要再拉長 我就這樣輕輕的把它放上去 因為當你的膠磅乾的話 它其實它的夾睫毛的黏性啊 是最好的 所以其實你通常要輕輕的放上去啊 它就會自己附著在你的眼睫毛上 通常這樣就好了 你看 所以我覺得我的睫毛很淺 就是變得很長 就請看其實非常簡單啊 你就輕輕的放上去 順著你的眼型就好了 一定切就是黏頰睫毛的 就是最重要的就是 你一定要等它的膠磅乾 然後剛剛另外一隻眼睛也是 就讓它用自然風 輕輕的紅乾之後 就來給另外一隻眼睛 這隻眼睛也是一樣 就是 我會直接找到 就是中後的部分 被壓掉了 中後的部分 然後把 就是我的眼睫毛 輕輕的放上去 像這樣 放上去之後再 調整 然後把它往下壓 順著眼睫 壓 而且它就會直接順著你的眼睫 順著你的眼睫 走了 然後再輕輕的用指甲 就是輕輕的在 把你的眼睫毛就是 就是 跟你的真的睫毛還要合在一起 跟你的真的睫毛還要合在一起 那你黏完之後啊 一定要再用睫毛膏 再刷一次 就是把你的真假睫毛刷在一起 就輕輕的微微的刷 這樣就好了 微微的刷在一起 又讓你感覺好像是真的是你自己刷出來的睫毛一樣 就是不要讓你的真的睫毛啊跟假睫毛分成兩層 因為這樣如果隔壁的人旁邊的人看到會覺得非常的奇妙 就會想說這個女孩好像很有事 因為我覺得 就是睫毛啊 你一定要貼著服貼 如果你貼成像兩層睫毛一樣 那我覺得 到不如就 還是不要貼好了 這樣就好了 就刷在一起之後這樣就好了 就可以發現我的眼睛 就是又比剛剛再更有深一點了 這樣 這樣 就是覺得哇 這樣看到就哇 眼睫毛好像似乎變得很長 而且我覺得這一款又不誇張又自然 就是其實我帶這一款 還蠻多人問我說我的眼睫毛是帶哪一款的 所以我覺得很推薦大家去 而且它一盒也不貴一盒 然後才兩百吧 兩百 然後我覺得你 如果今天想要再更深情的話 記得網路上面有賣 它可能就是一次買好多盒可以再更便宜 因為像我就是比較習慣就是去頂好明天才買 可能一次就買個兩三盒 然後可能一副我會帶兩次 然後就是我覺得這樣子 的話其實也不會真的很花錢 因為其實一直刷睫毛膏 其實睫毛膏也很花錢 那我覺得還不如就是用 就是一點點錢啊 可以讓你眼睛迅速的變大 而且不用花時間 那我覺得這樣就是還蠻值得 我覺得它CP值也蠻高的 因為我覺得它的梗舒服啊 然後它又是手工的假睫毛 我覺得它真的還不錯 所以就是今天有跟大家介紹就是 我帶假睫毛快速的秘訣 跟我跟大家介紹我最近的新環唇蜜 然後今天就跟大家介紹到這裡喔 那希望大家在準時收看我的頻道 之後會再跟大家分享其他美妝的一些資訊喔 就這樣囉 掰掰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